旅行团排队托运行李准备出发 北海道闸晃 好险新潜水机场赶在最后一刻恢复 才没让行程泡汤 但都要出发了 却有点心驾驾 小朋友都会说你要小心 你去的时候要小心 吃的跟住的跟玩的景点会受到影响 怕会缺水 我特别准备两瓶矿泉水 怕行李超重也要自备矿泉水 不过不同于团体柜台 散客报到处却是小猫两三只 而主播胡志成也起大早 前往北海道灾区 搭上手班杂晃班机 发现大家真的都怕了 整个班机空荡荡 据北海道领队资讯 目前著名哈密瓜产地 西张市依旧是断电状态 还有大家爱看的尼克斯海洋公园 企鹅秀因为断水也暂定取消 必需景点赴粮野 薰衣草农田部分区域也还没恢复 昨天打电话已经去确定了 那道路的问题所以没有物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营业 那所以我们第三天的行程 决定是改到其他地方去做居住 很多旅行车都会在 赴粮野行程结束之后 会返回到周边比较宁静的酒店去 当地导游表示八成景点都已经恢复正常 但部分偏远地区已久断电 甚至网路不稳 提醒自习前往的民众 做好功课再出门 有机关红王乃鱼 NC小组台北报道